半亩方塘 一带红如 源头活水滋润了一片人节地灵的土地 八方迎贵客 实干创事业 激情和汗水创造出城市的活力 建设新型工业县 打造珠子文化城 构建和谐新农村 观众朋友晚上好 今天是2010年10月22号星期五 农绿9月15 欢迎收看游戏新闻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我现在珠希诞生地南西书院文公祠举行盛大的祭祀大典 纪念珠希诞辰辰880周年 珠希诞生880周年纪念邮票首发式 即千年古线受牌仪式在城区中心广场举行 传承珠子文化 构建和谐游戏 今年是珠希诞生地南西书院文公祠举行盛大的祭祀大典 纪念这位著名的理学家 金秋宋爽喜迎八方宾客 丹桂飘香 共庆盛世佳节 今天 沈城处处洋溢着欢乐和喜庆 千年古线 焕发着勃勃生机和活力 10点45分 来自世界各地的珠子后裔 全国各地来宾和县党政领导 列队前往南西书院文公祠 省委宣传部副部长 省委外宣办主任 省政府新闻办主任 省对外文化交流协会副会长朱青 民政部地名文化研究所所长刘宝全 市委常委纪委书记梁靖阳 省邮政公司副总经理黄建计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邮票设计师主任 邮票设计家严炳武 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吴俊卫 中国微雕艺术大师许通海 范增弟子 著名画家邹玉丽 世界诸事联合会名誉会长朱祥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社长朱杰仁 县领导吴建国 曹荣庆 林斯文 周培春 及三名市有关部门领导 路员县任何代表 海内外集邮协会负责人 及集邮爱好者 游戏级和在游戏工作过的部分厅级领导 有关邮票设计 书法 微雕专家 县副主席以上领导 各乡镇和县职各部门负责人 游戏朱子后裔代表 参加了公祭活动 上午11点 在肃穆的中鼓声中 朱姬诞辰880周年 公祭大典正式开始 伴着悠扬的撕滚明月 各界嘉宾依次竞选花篮 绅取消费的大丸 放大丸 安于 旅选大丸 快点 你难道 你难道 走个了吗 对 救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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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是 救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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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县长曹荣庆速立大成殿前 颂读了诸锡诞辰880周年公祭祭文 维根年9月15日 祭祀分出县、亚县、中县三个阶段 场面庄重而壮观 整个活动持续了一个小时 公祭大典由县政协主席周培春主持 朱熹是继孔子之后 在中国思想史上做出巨大贡献的文化为人 他不仅是一位著名的理学家、教育家 而且还是一位卓有成效的东方文化胜者 为了挖掘朱熹诞生地的历史文化底蕴 促进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 近年来 县委县政府致力于朱子文化的保护和开发 加强对朱子文化的研究 全面打造以重文上学、巡礼名义、经贸繁荣、社会和谐的朱子文化城 以朱子文化品牌提高游戏知名度 如今朱子文化已成为展示游戏新形象的窗口 对外文化交流的赛品 公山脚下、沈溪河畔 今天上午 来自世界各地的朱子后裔 全国各地来宾和游戏数千群众 怀着对朱熹大主的虔诚之心 参加了朱熹诞辰880周年 公祭大典 我身后就是著名的半古方桃和文公祠 今天南希书院文公祠装饰一新 大殿前祭岸上供奉着传统的祭品 处处都透露着古谱和庄重的气息 古老的乐器边中 身着祭祀礼服的仪仗队 公祭现场无不透出祭祀的古老与庄重 和对朱熹这位先者的敬王之情 五十多名小学生组成的老兄弟 骑送朱子家训 悠扬典雅的鼓曲 如穿透时空震撼着人们的心灵 临近时空震撼着人们的心灵 今天人们在这里尽情表达 对朱熹这位伟大先者的怀念和敬仰 来自台湾的朱金德先生 是朱熹的第31代师孙 首次来到朱熹的故里 让朱先生倍感激动 这是很高兴 代表世界联合会 来如希参加我的老祖宗 这个祭典的活动 而且这次活动 办得非常成功 我想海峡两岸属于同一个文化 那在台湾我们也一样 举办了这个非常盛大的 庆祝八百八十周年的庆典活动 那我今天非常地激动 也很感动 看到那么多小学生 朗读这个朱子家训 我当差点也掉下来了 真的是真的非常激动 也谢谢我们当地的政府 给那么多的肯定跟资源 在公济活动现场 来宾们深切感受到 弘扬朱子文化 促进朱子文化交流 产生的深远影响 我觉得很幸福可以来到这个地方 我也是第一次来到福建 刚刚可以到朱熙当成的地方 也是不容易的 我研究朱熙思想已经好几年了 一直都想来这里 这里的风鸣真的很优美 福建看朱熙的那个屋生的那个地方 今天有这个机会 正好是赶上那个八百八十周年 就觉得是有非常好的机会了 我们的感觉就是 没有说有哪一个地方的政府啊 来主办这个公计 没有 这是换局 这弘扬我们朱熙的思想 弘扬我们的文化 尤其是你看今天 有这个古书古乡呢 这种的陈述 跟这些在歌在舞的 尤其是书记人也跟我说 他这些乐曲都是自己在那边创作的 所以这个提升了很多 不但提升了我们自己本地的文化 也宣援了中西的文化到海外去 这个我们做的公计活动 是全世界的诸诗后裔都来参加 其中有大量的台湾的 这个诸诗后裔来参加 这就是一个民族人 这个在诸诗后裔的 这个这么个人当中 他们也看到了油漆县委宪政法 在这些年中打造诸子文化城的过程 将诸子文化作为是构建和谐社会的 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 这一推动 两岸呢 他确实是也用诸诗的 这个历史名人和他的思想 这样相闻 可以讲说 就是尤其也好 福建也好 通过这些非常有意义的活动 能够促进两岸的文化认同和民主认同 我们非常希望我们这一项的交流 活动能够不断的开展下去 从很好的传承我们中华的优秀的文化 到今天呢 我们共同来推动 我们对世界文明的一个贡献 同时呢 也振兴中华 很好的通过文化 来推动两岸的和平发展 今天上午 游戏朱熹诞生880周年 纪念邮票首发式 继千年股线受牌仪式 在县城中兴广场隆重举行 省委宣传部副部长 省委外宣办主任 省政府新闻办主任 省对外文化交流协会副会长朱青 民政部地名文化研究所所长刘宝全 市委常委纪委书记梁靖阳 省邮政公司副总经理黄建计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 邮票设计师主任 邮票设计家严炳武 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吴俊卫 中国微雕艺术大师许通海 范增弟子 著名画家邹玉丽 世界朱氏联合会名誉会长朱祥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社长朱杰仁 和县领导吴建国 曹荣庆 林斯文 周培春 以及各界人士参加了首发式 严炳武在首发式上 宣读了朱熹诞生880周年 纪念邮票发行公告 朱青 梁敬阳 黄建计 严炳武 为朱熹诞生880周年 纪念邮票 即朱熹诞生880周年 邮票原地首发纪念封节目 市委常委 纪委书记梁敬阳 在首发仪式上致辞 他代表市委市政府 向邮西 朱熹诞生880周年 纪念邮票正式发行 和荣获千年股献表示祝贺 梁敬阳说 邮票是永久性的品牌宣传品 方寸之间承载着游西的经济 游西的历史 游西的希望 朱熹诞生880周年 特种邮票的发行 将成为游西走向全国 走向世界的金字招牌 游西又是全省首个千年股献 这不仅是中国的实名商标 更是走向世界的响料名片 更为游西弘扬优势 发挥特色 加快发展 提供了新的机遇和动力 相信游西人民在打造珠子文化城的实践中 将领跑三名影响三名 将发挥好千年股献的独特作用 逐步建设成为底蕴深厚的文化游西 经济发展的活力游西 和谐宜居的魅力游西 首发市上 县委书记吴建国代表县委县政府和全县人民 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游西经济社会发展的各级领导和同志们表示感谢 吴建国说 在珠西诞生880周年之际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发行以纪念珠西诞生880周年为主题的纪念邮票 并在其诞生地举办首发市 这对于游戏人民来说 不仅具有特殊的意义 更具有特殊的情感 另外 以邮票为美 以文化为魂 同时举办千年股献 受牌仪式中华传统文化两岸极油展览 书法展 摄影展 珠西公祭等活动 让邮票与文化融合 产生更大轰动效应 这一切为游西走向全国 走向世界 提供了一次绝佳的机遇 并将有力地促进游西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省邮政公司副总经理黄建计 世界朱氏联合会代表朱杰仁 也分别在首发市上致辞 县长曹荣庆主持了首发市 范曾弟子 著名画家邹玉利 宣读了范曾贺信 并代表范曾向我献赠送莫宝 中国微雕艺术大师许通海 向我献赠送朱子嘉迅微雕作品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 邮票设计师主任 邮票设计家严炳武 和县委书记吴建国 代表双方互赠礼物 首发市同时举办千年股献 受牌仪式 民政部地名文化研究所所长刘宝璇 为我献荣获千年股献受牌 据悉 此次发行的 朱熹诞生880周年纪念邮票 第一枚是范曾首绘画的朱熹图像 背景以四书集注为衬托 第二枚是范曾首绘画的 朱熹与书童 在游学传道的图中 背景以书院为衬托 我手上拿的就是朱熹诞生880周年纪念邮票 一共两枚 是由我国著名的书画家范曾设计的 邮票在定位上突出了诞生地游戏的特质 充分彰显了朱子文化的品位 朱子文化 同样到市场 我觉得通过油画的发行 可以起到良好的作用 而且呢 我觉得通过这个油画的发行 对整个福建 对优西 还有对整个三民 它的经济 还有其他文化的发展 都会起到良好的作用 今天有幸呢 能来到这个千年古县 朱熹部里 福建优西 非常的荣幸 朱子油票的发行啊 对中国的国学热 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也繁荣了中国的文化市场 能够真正的回归古典 回归自然 这枚邮票在游戏发行首发室 这是必然 因为朱熹在游戏诞生 中国邮政总局和福建省委 经过三两要出这枚邮票的时候 设计大师就到了游戏来采风 他们也受到了 在朱熹诞生地的灵感的触动 在整个创作过程中 也得到了游戏各界人士的支持 在这枚邮票的创作过程中 有很多的一些的元素 很多的一些理念 已经是融会了游戏的人文里面 今年朱熹诞辰880周年 中华传统文化两岸极邮展 今天上午在省城大酒店举行 两岸三地的极邮家奉献了25部 105矿邮集 让众多的参观者大开眼界 省委宣传部副部长 省委外宣办主任 省政府新闻办主任 省对外文化交流协会副会长朱青 市委常委纪委书记梁静阳 省邮政公司副总经理黄建记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邮政设计室主任 邮政设计家严炳武 县委书记吴建国 县长曹庆及海内外集邮协会负责人 集邮爱好者 参加了纪念朱熹诞辰880周年 中华传统文化两岸集邮展 揭幕仪式 朱青梁静阳 黄建记 严炳武 共同启动纪念朱熹诞辰880周年 中华传统文化两岸集邮展活动 今天上午 游西县纪念朱熹诞辰880周年 中华传统文化两岸集邮展览 和广大游民见面了 上万枚的邮票 把整个展览大厅是布置的满满当当 一张张精美的邮票 以封寸之威 展示着祖国的沧桑巨变和繁荣富强 本次邮展是为国家邮政局发行的 朱熹诞生880周年 纪念邮票首发仪式而举办的 参展邮集共有 因中国季特邮票首封日 中国的世界遗产 台湾早期邮政邮票 中国载人航天等25部105框 其中台湾香港展品两部10框 省内各地区展品23部95框 展品囊括了传统类 专题类 开放类 航空类等12个类别 此次有展展品主题突出 内容丰富 突现我省改革开放和海峡两岸 极优文化交流所取得的重大成就 增进海峡两岸 珠子文化间的友好交往与合作 对海峡两岸经济人文社会 和珠子文化交流与发展 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这次负样非常重 真的是有很多的精品 我们看了以后啊 真的是大开眼睛 我本来就极有的 就是参观嘛 就是说跟 跟增加一些知识面就是了 这次才了解到说 珠西的出生地 经过考证过之后 定下来在这儿 我们以前 以前不知道 生活之一 当然最主要的 对珠西就是 有更深的了解 这个最大的效果 我县历史文化活动的盛会 珠子文化周 以精彩分成的活动内容 吸引了众多新闻媒体的高度关注 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新华社 香港大公报 福建日报社 福建广播影视集团 新闻综合频道 以及新闻频道 海峡电视台 三名日报社 三名电视台等 众多媒体记者 先来采访我县诸子文化周活动 尤其在珠西诞成 880周年功绩活动上 阵容强大的媒体大军 成为了一道独特的风景 他们纷纷抢占好位置 用镜头记录下了一幕幕 令人难忘的场面和瞬间 珠西诞成在这个地方 确实是游戏的一个骄傲 那么今天我们看到 搞一个这么大的一个庆典 那么我感觉跟 珠西在中国文化 中国思想和世界 文化思想史上 社会史上的这种地位 应该是相符合的 所以我们很高兴看到 海内外来了这么多人 媒体来这么多人 说明说 珠西确实 不仅在过去 在影响着中国 影响着世界 现在我们还在 传承它的思想 传承它的哲学思想 传承它的文化 影响我们 我觉得这是 很好的一个活动 来采访的记者认为 游戏能利用珠西诞生地 这一影响重大的历史事件 缅怀一代理学宗师 宣扬珠西 弘扬珠子文化 展现珠子孤里的新形象 这对于游戏主动融入 海峡西岸经济区 实现游戏加快崛起 将发挥重大作用 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事 而游戏能够举办 如此盛大的活动 的确不多见 作为新闻工作者 他们有义务 把这次游戏 珠子文化周宣传报道号 让珠子文化走向世界 让更多的人了解游戏 我们海峡卫视 主要关注的是 海峡两岸 以及世界各地 华人的一个动态 那在海峡两岸 文化交流 不断加深的今天 那我们参加 这样的一个活动 也是希望 把我们的珠子文化 推向全世界 也包括我们的海峡 也包括我们的台湾 希望珠子文化 能够在海峡两岸 交流不断加深的今天 拓展得更深更广 昨天下午 我现召开人口普查入户 摸底阶段汇报会 部署下一阶段人口普查工作 县委常委 常务副县长罗金水 出席会议并讲话 会议总结了全县人口普查入户 摸底阶段 十天来的工作情况 对各乡镇前一阶段 入户普查摸底 所做的大量工作 和取得的良好成效 基于充分肯定 并对各乡镇在汇报中提出的问题 做了深刻分析 罗金水要求 要进一步统一思想 提高对人口普查的 政治性的任务的认识 要加强领导 封管领导要靠前指挥 要加大人口普查的宣传力度 做到家喻户晓 人人皆知 要加强人口普查工作的督导 确保普查质量 确保普查任务按时完成 会议对下一阶段的人口普查工作 做了详细部署 下面请看简讯 近日福建东方建筑工程 劳务有限公司 向新阳镇下阳小学 捐赠了一批书籍 共计两天册 价值2.5万元 这批书籍种类繁多 内容丰富 大大增加了学校图书馆的藏书量 拓宽了学校师生的阅读面 媒体搜索 说您不知道的新鲜消息 告诉您想知道的健康知识 先是限购令 接着是加期 本周以来 福州市商品房交易量急剧下降 专家称的 这种组合权势的楼市调控 对购房者的心理打击非常大 楼市将进入观望期 福州楼市 较上周四的385套 周五的733套的天量成交之后 本周急转之下 头三天的交易量分别为 79 76 80套 回落明显 在接下来的一两个月之内的楼市 将陷入浓厚的观望情绪之中 其实不只是购房者 开发商也会进行观望的 共同关注下一条 到2012年 我省力争建设一个省级大学生 创业浮化基地 9个社区市级大学生 创业浮化基地 每年争取为200个大学生 创业项目提供服务 将给创业大学生提供办公场所 公共行政 成果转化 导师扶持等 免费服务 帮助大学生实现创业 相信随着这些浮化基地的 相继建成 大学生们的创业梦想也将实现 正所谓 条条大路通罗马 咱进不了外企大公司 有这么好的政策 自己当老板也是不错的选择 好 共同关注下一条 昨天的中国人民银行 福州中心支行公布 9月份我省存贷款运行简矿 9月当月 我省新增存款近700亿元 而新增贷款不到200亿元 和今年前8个月相比 9月份新增贷款最少 新增存款最多 随着存款利率的上调 相信后几个月 我省存款额度将继续递增 好 共同来看下一条 今年是千年一遇的寒冬 本公司经营各种品牌 以及外贸的羽绒服 愿意各位能人知识合作 近日那类似的广告语 突然窜红了 虽然极寒天气的说法未获证实 但是记者近日调查发现 众多商家厂家早就开始 积极备战了 各种冬装的价格也是在上涨 据印尼人士介绍说 其实不仅羽绒服 市民今年冬季服装 可能每件都要贵上30到50元 其实我觉得 这冬装涨价 有极寒天气说法的部分原因 但主要的还是棉花者的货 在这提醒您 近期买服装 选择在节假日 或者是电竞等活动日 更划算一些 好 共同关注下一条 现在我国每天有十多亿人口 一日三餐快不离手 因此如何在快速的材质等多方面 消除健康隐患 是大有学问的 有数据显示 近50%的人体内存在 导致胃病的幽门螺旋杆菌 而这些细菌大多是家庭传播 筷子是重要的传播渠道之一了 到底什么样的筷子 最健康 最有资格来陪伴我们的一日三餐呢 专家说了 最佳选择的是竹筷子 它无毒无害 很环保 也是所有筷子中的价格最便宜的 媒体搜索就是这些内容 观众朋友 这次的游戏新闻播送完了 感谢您的收看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